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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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我們最後一節以服務改善人生 繼續有我們兩位嘉賓 Andy和Peter 剛才我們說到 其實芙若做了很多青年上的服務 令到年輕人有轉變 我知道兩位做了這麼多的服務 都應該有一些很深刻的故事 令到你們欣賞難忘 或者對於你們來說 有一些轉變 我先拿 我記得一個故事 就是在2009年 有一位人士 他做開生意 他突然間 那天起了身後 他的眼睛就看不到 那他跟著問醫生 醫生說 你什麼什麼脫落 根本是救不回 那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突然間 會盲了呢 那人生是一個極大的轉變 那他就很頹廢 看不到自己的小孩 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總之自己就盲了 那他就說 醫食住行全部都是需要別人幫忙 那他覺得是一個 就是廢人來的了 他覺得一下 那在兩年過去呢 他是想回自己 是不是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呢 那通過一個體育的運動 就是跑步 那他就 他就加入了萬人體育總會 那就 就受過專業培訓 training 那他是 現在全世界第一個 是跑完南極 和北極的超級馬拉松 的唯一的香港選手 哇 很厲害啊 那還跑了台灣 還有一個呢 就是在北京跑到香港 又是第一個視障的跑手 那獲獎無數 他現在我見到他呢 他就很開心的 就是他很樂觀 他感染身邊的視障朋友 不用灰心 堅持訓練 你會找到光明 是啊 最重要是要有信心 我相信他之前都沒有想過 他會有今天 都可以去影響別人 那當然呢 我們又看回呢 就是兩位的嘉賓 你們都是專業人士 那工作又很忙 那為什麼呢 還是一直要堅持做義工 那比如在過程當中 你會不會都覺得 你自己在學習上面有增值呢 以及你都覺得 你自己是影響著別人呢 Peter 你自己怎麼看 那其實我們做服務 很多時候都會見到 一些比我們沒有那麼幸運的人 譬如說我是一個正義外科專科醫生 那其中我的工作呢 就是幫助一些小朋友 做吐唇的手術 那其實這方面我已經做了20年了 那一開始我也是一個醫生 做一個很好的手術 那其實感受其實不深刻的 那自從我有了一個小朋友之後 那我就會見到 其實那一刻 那個父母將那小朋友交給我的手上 而那小朋友可能得一歲或者三歲 那他對你的信任和對你的希望 其實很高 那當然我每一次都做得很 就是不負他所望 做得是應該一輩子都是那次手術搞定的了 那都做得不錯 那我也希望可以給他一個最好的生命給他 一個機會 因為譬如說我做這些手術 全部都是在中國偏遠的地方 那在那裡就算是一個正常的小朋友 他們都很大的挑戰 很多的競爭 因為太多人在那裡 那如果你有一個吐唇 基本上是沒有希望 那如果可以給他一個正常的口唇面容 最少給他一個希望給他 可以生活下去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譬如說我們吃的飯 我們去做了一個星期的工作 吃的都是簡陋的 我們不是說飯盒 用膠袋裝著飯的 用來吃 那馬上想起我們在香港 其實我們都很幸福 都有三餐的溫飽 不要說吃得好不好 那在那裡一隻蛋 都可能是一個很奢侈的食物 所以每一次去完一個這樣的活動 對自己都是一個心靈的洗滴 令到自己很感恩 本身有的東西 另一個我想分享就是 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因為有些父母是不離家子女的 因為他們本身很忙 每天都要為三餐二分球 那那些孩子又沒有家裡的管教 他又很難去專注在他的學業 那變了在老師一投訴 爸爸媽媽就會打小孩 有機會罵了 那他變了他又不想回家 又不想去上學 那人生就很低谷的 那我們就搞了一個活動 就是說 令到父母怎麼去欣賞同學 學生怎麼去欣賞他的父母 那就做一個分享 就是叫他們寫出來 你覺得父母有什麼不好的 覺得他哪樣又好的 那跟著問回父母 又說媽媽也是這樣重複 那但是當我們訪問那時候 訪問父母那時候 那小孩在隔離房 是看到視像的 是看到他父母怎麼去講他自己 他們當分享完之後 大家見面是擁抱的 那種真情 為什麼原來 原來父母覺得 兒子原來是這麼欣賞爸爸的 在某程度上 其實是幫父母考慮一些事情的 但是奈何 因為溝通的問題 不會溝通 只是用打和罵 那兒子也是知道 爹媽媽很關心他的 為了兩餐去奔波 他怎樣去做好功課 或者是不交功課 其實有很多問題 就是他也不理解父母 站在他的那個立場 所以呢 就是通過這個活動之後 我覺得大家是珍惜一家人 還有用和解 調解那種心態去欣賞 學會欣賞對方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做得是很有意義的事 我覺得 其實 不要講小朋友 其實我們大人 我們自己 都要看自己 有沒有做一件事 很多時候有一個說法 就是最惡毒的句子 就交給家人 對你朋友講話是最客氣的 那其實是不是應該這樣呢 因為其實 家人對你的愛是無限的 那我們應該要留意一下 我們其實每個東西 都可以很受影響 那Andy說得很好 我們如果可以做一個僑良 去幫助一些家庭 甚至其實沒有問題的家庭 我們多些做一個這樣的活動 令到他們的溝通是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世界都會更加美好 教授在聊天的時候 我都記得就是 好像Peter和我們分享 都說 有一個個案故事 就是說家人不煮飯給他吃 有一個女生 有一天想媽媽煮東西給他吃 她說很忙 你自己煮吧 她很生氣就出了 不是離家出酒 就是衝出門口 在街道一邊走一邊走 就不肯回家 為了一口氣 去到一個麵檔 真的很餓 就問那個麵檔主人 可以給我一碗麵給他吃 麵檔主人看見這麼慘 就給他一碗麵去吃 然後就問他 你幹嘛在這裡 你為什麼不回家 我和我媽媽 她媽媽又不肯煮東西給我吃 她說 我煮了一碗麵給你吃 你已經這麼多謝我了 其實你媽媽呢 你二十幾歲了 煮了二十幾年的飯給你吃 為什麼你不多謝她 多些配掃 她聽完之後 她就了解到 其實她把父母的愛 當是一個應有的情況 她不懂得珍惜 其實我們每一天 父母對你這麼好 我們應該都要看清楚 了解多些 把你心裡的句子都告訴她 我覺得這些故事 真的很好 帶動很多的感動 也有很多的感恩 其實去到節目差不多尾聲 都很想聽到兩位 有企業家 有專業人士 其實外面有很多很類似的人 他們都想做很多的好事情 去幫助其他人 但他們就 身長又大 就不知道怎樣走這一步 你們會說什麼 去鼓勵他們去踏出這一步 我經常跟別人說 人生匆匆幾十年 你活著就是為了快樂 因為快樂而生活 如果自己得到快樂 你會不會幫助其他人 令到更多的人都快樂呢 我相信這就是我自己做人 做一個人生的目標 我覺得我們應該 抹開雙眼 去看一看周遭 有沒有一個機會 有沒有人 好像Andy 叫你入扶輪 你就參與我們一個大家庭 讓你開了眼界 然後再看看自己 有沒有一些 你自己的特場 或者你自己的禮物 可以交託給有需要的人 聽完兩位嘉賓 在這裡說了很多 一些小點子 怎樣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還有我聽到很感動的就是 原來其實和平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這兩個字 其實是由很多東西見機而來的 包括尊重 欣賞 互量互解 有時現在的社會 其實很需要這些元素 當然 如果聽完這個節目 大家都想自己 行一分力 出一分力 可以幫到更多人 多點去留意 身邊有沒有這些機會 可以去以服務 改善人生 一定會 嗯 好